夜空中一豆豆閃電劈開夜幕 由於熱對流旺盛 31號晚間中部上空閃電 加上荒融的雷聲 有民眾用手機錄灑不斷出現的閃電 景象相當震撼 更激烈的變動是 熱帶揉動恐怕一個接著一個生成 全台機率高達70% 沿著這個旅宋島的東方海面上面去做前進 那但是通過旅宋島之後 就會逐漸有往西的分量出現 然後就是通過大四海峽 然後一直進入到南海的一個部分 氣象屬預估最快週一就會升級為 今年第十一號颱風摩羯 判定摩羯若成台 將從台灣跟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通過 並會在週五最接近台灣 但目前各國預測路徑明顯出現分歧 歐洲模擬顯示跟台灣最像 而日本氣象廳首爆預測路徑 摩羯六號將來到台灣東南部海外 有可能直接登陸威脅不可小覷 那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隨著這個熱帶系統 逐漸往南海的方向去做移動的狀況之下 那降雨的熱區到時候就會變成是 以東南部地區還有南部地區為主 週二到週五 對台灣的天氣帶來顯著影響 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降雨熱區將集中在東南部地區 跟南部地區 氣象達人林德恩表示 摩羯強度應該可以達到中台程度 且非常接近台灣 目前除了菲律賓東方海面 熱帶系統有發展機會之外 東太平洋也有熱帶系統 恐怕成為利品颱風 如果兩者乘台時間相近 颱風一個一個接著來 尤其這些低壓帶和熱帶系統 與台灣的距離 將成為影響台灣的最主要因素 記者余盛慧宣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戴力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